在福建泉州 火顶公婆是颇受欢迎的传统民俗表演之一 两根竹竿架起火顶 打扮夸张的一公一婆或快步穿行或徘徊持除 配合手脚的魔性舞动引人发笑 年近六旬的吴润珠是火顶公婆项目省级飞移传承人 她从14岁开始学习火顶公婆表演 至今已有43年 回忆起初学时期 吴润珠表示 这一切源于热爱 以前是很小的时候 我们老家有很多师父都是在学这个闽南的文化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这个闽南文化 从开始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晚上我就跑去看人家在跳 那我就去跟他们从14岁的时候开始跟他们学 火顶公婆是泉州地区迎神赛会 婚丧喜庆中常见的舞蹈表演形式 有烧取千灾迎来百福之意 吴润珠表示 公婆表演要想体现诙谐斗趣就得歪唇咧嘴 和观众打趣互动也要挤眉弄眼或哭或笑 一场下来常常脸部酸疼 但她却乐在其中 像我们有很多以前是好姐妹 还有很多的男孩子 他们都是演这个的 他们大的时候说 那像怎么这样赚 赚怎么钱 他有的就去说外地去赚钱 外面去赚钱 大家都赚得很好 像我这样赚不行 吴润珠感慨道 由于收入不稳定 像她一样专职表演火顶公婆的民间艺人越来越少 这门技艺也有失传的风险 为了把这门表演技艺传承下去 吴润珠动员丈夫学习火顶公表演 便于和她随时赶赴各种演出 近江的 还有一些南安的 还有一些泉州的 毕竟他们是什么 他们有的要上班 有时候有时间要来 有时候没时间 我今年就跟他说 我说你还是跟我跳吧 不然一直叫别人都不行 他有空要来 没空他就不来了 我就叫他一直来 今年也演了很多场 这几天都两场两场两天 这些年 吴润珠把火顶公婆带上了更大的舞台 澳门妈祖旅游节文艺表演 马来西亚民间文艺表演 2016年央视元宵晚会 而最让她高兴的是 随着泉州文旅发展 越来越多游客走进泉州 火顶公婆这项民间艺术重新焕发生机 像今年的 那么二十几年的没有采阶 二十年没有采阶的 今年的采一个阶的 让那么多外地的人来到泉州看 我去到在等那个时间的时候 有很多人跑到我面前说 哇 我们很想看你们的火顶公婆 在看读音的时候没有看到真人了 现在看到了真人了 我感觉很高兴了 吴润珠还带着火顶公婆走进校园 让孩子们了解这门艺术的历史和基本物资 接受闽南民间艺术的熏陶 声明远洋后 甚至还有来自德国 日本 马来西亚的国际友人 来到泉州找他学艺 我已经有五十七岁了 我要是把我这个敏南的文化 一直把它传承下去 不然不传承下去 就会断了 这个断了也很可惜 毕竟是历史的文化 我就一直把它传承下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